就是在進去前 我們都要做洗手的動作 然後要酒精這樣搓 把這個都要確定乾淨 洗手50次就進入50次要先洗手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進來就是我們病人 在這邊就是我們的所謂的負壓隔離病房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像我們的負壓病房 他的擺設 在那邊就是病人躺的地方 其實那邊都有所謂的抽空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它是個流動的 而且病人咳出來的這個飛沫 會直接等於是會直接地被吸腫 我們非常感謝振興醫院胸腔內科 曾靜敏 曾醫師 曾醫師 謝謝你 不會不會 謝謝主持人 您目前身上的這一套裝備是 在面對疑似病患的時候 必須全部武裝 您能介紹一下嗎 是 像我們 尤其像比如說急診 那個碰到非常我們懷疑是 這個武漢肺炎的病人的時候 那基本上我們就像這樣全副武裝 那包括它是有 你可以看到頭罩 然後面罩 全罩的這個面罩 然後包括外科 口罩 N95 還有兩層手套跟兩層防護衣 那這個目的就是為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全身都包得很緊 是怕一些它的 尤其是它的飛沫 或體液會經過我們的皮膚 比如說像黏膜 包括眼睛 鼻子等等 或是皮膚跑到我們的身體裡面去 那在對於尤其我們第一線的人員 比如說我們常常做一些 侵入性的一些檢查的時候 對 這個是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醫生也是人 常常有病人問我們說 你們怎麼醫生也會感冒 其實我們也是人 所以尤其我們碰到疫情的時候 其實也相當害怕 但是我們現在用最科學的方法 去保護我們自己 對 這個護目照是最重要的 是的 大陸的李文亮醫師 是為眼科醫師 當時就是被疑似病患的飛沫給噴到了 因此傳染 所以這個真的是太重要了 沒錯 我們知道你今天還特別 帶了這個東西過來 是 其實在進行這一項檢驗的時候 真的是竹林大敵 是 因為你要採檢病人的檢體 您能介紹嗎 喉頭柿子 對 這個是我們其實像比如說流感 或是一些病毒感染的時候 都是用類似這樣喉頭柿子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類似一個很像棉棒 那我們請病人把嘴巴打開 然後去伸到他的喉嚨 然後摘取 就是取一些 他的分泌物以後 再放到我們這個飾管裡面去 那再送到像我們CDC去 那常常我們最怕像比如說 我們常常流感的病人 我們去做這樣子的喉頭的採檢的時候 因為喉嚨很刺激嘛 一採檢 我們都會有心理準備 怕他會咳嗽 他有時候一咳嗽 我們要趕快閃身 那當然如果像現在 是要碰到武漢肺炎的話 我們一定要這樣全服武裝 因為通常這樣病人採檢以後 都會有很厲害的咳嗽的狀況 他要特別小心 所有的醫師 都呼籲千萬不要隱隱旅遊史 每一個醫師都有自己的一個心酸故事 你的師長怎麼告訴你的 其實在去年大概十二月底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知道 好像武漢有不明肺炎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內科部主任 有桃七尾 桃主任 他就跟我說 姊明 你要小心 到時候過完在春節之後 這些病人從大陸回來 他一定不會跟你講 他是從大陸回來 他絕對會騙你 因為他們在SARS的時候 他十七年前SARS的時候 就已經碰過這些事情了 所以那時候我一開始想說 應該不會吧 病人應該都會講實話 而後來我自己碰到第一例病人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真的是嚇一跳 因為他大概是一個七十歲的台商 然後他就說他大概咳嗽 流鼻涕大概兩三個禮拜 然後我們想說 那你去照個S官 結果一回來 他先跟我們護理師說 他沒有所謂的TOCC 沒有一些接觸史 沒有一些旅遊史 他做完S官回來 他坐在我的診間的時候 他突然就跟我說 我是從武漢回來的 最後才講 對 最後才講 那時候我真的是嚇死了 那初二去買呱呱樂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幸運 都沒有中獎 結果他沒想到就在我面前這樣 非常... 我那時候真的是 腦袋一片空白 可以這麼講 所以現在我們到醫院去看診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請教院長 現在開始要刷健保卡 對不對 你進去 你健保卡要先刷 因為他雲端上看得清楚 你是不是到中港 是 現在國家整個機制 發展得非常好 就是你有到過這些疫區 這個健保 健保卡一定跳出來 那有些人就不帶健保卡 那當然現在用 就用身分證也可以來管制 這個是台灣 第一例確診的女胎商 他已經痊癒了 他寫了一封信 他說要給醫院 謝謝醫院 也要謝謝治療他的范姜醫師 他說在回台前 他就知道感冒了 當時他一直沒有發燒 所以他說 他想回來看醫生 應該會沒事 依照他自己做好的計畫 他就回來了 下飛機的時候 聽到廣播說 如果你有不舒服 你要講喔 他當時認為他是感冒 他有一點點喘 他就主動告知 但是說真的 沒有想到這樣 他就在醫院過去了 當他知道確診為武漢肺炎的時候 真的是晴天霹雳完全下呆了 不過我要特別聲明啦 因為這段時間 也有其他的媒體報導說 台商 女台商 她是在回台之前 自行服用 退消藥回台的 所以您也建議這個動作 不要進行嗎 或者他應該如何處理 當然 因為 如果你是發燒 你又從中國大陸回來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建議說 你不要去隱匿病情 因為我後來都 我碰到這些病人 我會發現 其實他們也不想被 被人家貼標籤 但他們也很害怕 他很怕人家跟你說 我是從大陸回來 大家就好像碰到溫室一樣 就閃 閃得很遠 但是我們還是會建議 我常常跟病人說 我們幫你好好的做檢查 如果你確定是陽性的 我們可以用很好的治療 那如果是陰性那就更好 你就可以在家自主管理 那你的家人或朋友 就更不用擔心 所以我們在這邊 還是會呼籲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接觸時 或是旅遊時 你有發燒的狀況 不要去隱瞞你的病情 范江醫師是治療他的醫師 治療首例 這位醫師 他當時的出師表也曝光了 這個字我有點看不懂 不過他說 怕武漢肺炎是正常的 誰不怕死 但是上了戰場 就不能怕死 醫院就是我們的戰場 我們有恐懼的理由 但是沒有逃避的藉口 我們可能會犧牲 但是壯烈成人 似乎是比狗姐偷生 來得好聽一些 只要疫情需要 我們則無旁貸 我們祈求上天垂簾 醫病兩相安 范江醫師 我們向所有的醫護人員致敬 所以曾醫師您看到 這樣的出師表 心有其其言嗎 當然 因為像范江醫師 他自己也說 他以前SARS的時候 他剛好是主治醫師第五年 那我現在剛好是主治醫師第五年 那在SARS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學生 並沒有爭論參與到 但我們現在病人 我第一線參與的時候 尤其像我的父母親 就常常跟我們說 既然這麼危險 你要不要先暫時休息一下 但我就跟他們說 這個是我的工作 我們就應該本來就應該來 處理這樣子的病人 尤其我是雄強內科 但我會比一般的民眾 不一樣地方是 我不會恐慌 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防護設備 那再加上現在衛福部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 他們現在都可以用插卡去看 我們就可以不用擔心說 病人會不會欺騙你 這個旅遊室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是 衛福部的長官們 用很好的一個大的策略 那我們第一線人員 如果防疫物資也夠去配合 我想應該是不用太緊張的